在口 种在心中和道 咱们就先画一个十字 大家看到啊 画一个十字 好 大家看看吧 这个十字啊 这个十字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中指 大家肯定知道 是新包经吧 这个新包经呢 好 感谢大家 新包经的话呢 就是中间这个十字交叉路口 这个中间是乳头 它是个全息对应的穴位 因为屏幕前面 所有的女性 我觉得你们都得 关爱自己的乳房 让她 就是你们有乳腺增生 你也要关爱她 你有乳腺增生 你现在就可以 跟着我拿起笔 咱们一笔一画的 老师怎么画的图 您现在就怎么画图 好不好 好 中间的是乳头 那上面呢 我是怎么一个对应区 手指呢 就是这个乳房的下半部分 这个手掌呢 是上部 所以说这个角度 你要搞清楚 这个拇指呢 是乳房的外侧 这个小指呢 是乳房的内侧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个画个十字呢 就等于说 把它分了四份 把它分四份 然后呢 拿一个针 大家记住啊 看这个针 就是说乳房下面有病 你看乳房下面 下二分之一 你看这个黑色的线 就是下面这一块 是乳房的下二分之一 这个线的上面 是乳房的上二分之一 那如果说乳房的下二分之一 有问题的时候 八个字 就是我们针尖锁过 主置锁集 针尖锁过 主置锁集 然后呢 大家看到啊 通这个地方干嘛呢 诶 刺过去 看到吗 刺过去 刺到哪 刺到这 就等于说这个啊 看了 刺不刺到这 刺到这 好 看到吗 刺到这里 平刺 大家记住 什么叫平刺啊 平刺的话就是15度角 15度角 叫平刺 大家 您现在有乳腺增生的 你在家 您现在就可以拿起针就针 跟着老师一起扎 我保证 这个课你还没有听完呢 你那个症状已经消失了 就这么快 好 现在你们有针的啊 赶紧拿起来 跟着老师一起扎针 就是乳房呢 夏日份之一 有节节的 有那个增生的 就是肿化 胀疼的 和有什么有关系 和你的心情有关系 甘于气质 就是您生气了 它就会加重 月经前后会加重 心灵不 心情不舒畅会加重 这个针呢 45度角下去 扎到这个 指关节 大家看了吗 扎这个指关节就可以了 进针深度是多少 1.5公分到2.5公分 哪侧有问题扎哪一侧 也就等于说扎换侧 记住啊 好 我们扎进这个针砌以后呢 它有什么感觉 色色的感觉 就是很色 很酸很色 在这个地方 您记住啊 你要酸色的情况下呢 您就得提叉 粘转 轻轻的 提叉 粘转 然后呢 把色色的感觉 消失 变柔软 那这样的话呢 就针 就松解嘛 就松解的手法 就可以停止了 就是变柔软了以后 就可以停止了 同时呢 就是这个 客户本身 记住 用四个手 五个手指头也可以 用这个指腹 轻轻的揉这个 揉自己的这个 乳房的 增生的部位 和乳房增生部位的周围 这样配合叫什么 动真疗法 动真疗法 所以大家记住啊 这个就是 咱们说的一个问题啊 说的一个问题 好 如果说上面有问题呢 就是乳房的上二分之一有问题呢 我们就从 指尖这个 第一个指关节线下扎 平刺 平刺 十五度角 扎到这个指根 然后提 插 粘 转 因为你扎针 记住 不是在 在那个 指关节 在指关节这下针 然后呢 提差 粘转以后呢 因为你扎针下去 肯定是 瑟瑟的 就像扎到 轮胎一样的 那我们 让它 瑟瑟的感觉 要消失的情况下怎么办 就是提差 粘转 哎 就 大约几秒钟 大约就七八秒钟 同时呢 还是那句话 你一边粘转 让客户一边揉自己的这个疼的 就是病灶 揉病灶 就这么 这叫什么 动真疗法 因为中医说什么 不通 则痛 那个 那通呢 它当然就不疼了 所以说就是 真下 对 真下痛指 这个肯定 肯定 肯定没有问题 好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如果说扎几次 我第一个说 我说是扎这同侧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屏幕前面 有过好多 就是 好多学生嘛 我也看到了 也不需要打招呼 因为已经看到了 然后就是 扎几次 也可能三次 如果一次消失呢 那就消失了 如果一次没消失 你把它疼痛 疼痛 肿胀 变软了 八十 然后呢 您再需要扎 一至两次就可以了 好 大家记住啊 再扎一至两次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啊 好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大家今天这么 活跃 这么想 这么开心 学习的这么认真 大家在那个 屏幕前面 想不想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 我听了吗 我听了吗 好